主席 那有请曾次 曾次长 洪师之会 他这个团体 刚才有委员说过 很早就成立了 在我们中华民国还没成立之前就有了 是不是 而且他担任会长 都是相当相当 有青年的形象 有相当的社会地位 就像我们北大的 那个校长蒋梦宁也当过 还有何云青也当过 那现在是 陈长文会长 陈长文你认为他在社会地位 够吗 应该够 他也替了 为很多洛室团体说了很多话 那我在想 不管今天洪师之会 当然他我想他是 依法来做这件事情 这个我们 这个日本核栅的事情 有18亿的募款 这个募款要怎么做 他也是依照 依法来做 当然这个法就像很多委员讲 这个法太久了 民国四十几年 这个洪师之会 法是什么说的 民国42年 但是他89年有在做修正 有修正过吗 89年有修正过 修正过一次 文字上的修正 文字修正 那这个法呢 我相信他所有的作为 都是依法来做 假如法不合十亿的话 那当然要改 当然要修 这也是我们立委的一个责任 但是我想 他这个法是一个特别法 那为什么会赋予他一个特别法的地位 独立来运作 他是一个独立运作的机关是不是 跟委员报告 因为就如委员所讲的 洪师之会是一个历史传统很悠久的一个团体 那他从民权就开始有成立 那之前他也是协助政府 协助政府 暂时的一些的一个战俘的处理 还有那个伤患的一个处理的一个部分 那以致演变到最近 我们说大型灾难的救援准备相关的协助 他都有参与 他是国际性的嘛 对 他是国际性的 对 所以他对国际 国内外的这些救援都有参与 所以我们这次洪师之会被大家质疑的 就是因为他没有一次 把募款没有一次到位的 把他 把他 捐给那个日本政委 什么 重点是不是在这里 引起大家的疑虑嘛 可是这个做法不是早就有了吗 早就是这样子嘛 不是一次作业嘛 不是一次到位的嘛 对 而且我觉得一次到位真的是 也是很不负责任的 对不对 你就不管他 不管他那个钱怎么应用 至少让我们知道 也不是说要审核啦 对不对 让我们这么一支钱 我好不容易木来的爱心 那我这个钱到底要怎么给 你至少要有一个 我觉得这是洪师之会的一个责任嘛 他不需要审慎 对这个钱的怎么应用 他应该很审慎的去运作这些钱才对啊 你是一次到位的话 那我就等于一次到位很简单嘛 我就不问负责任了嘛 对不对 我钱你们木来我钱就给了就好了 我就给日本就好了 不管他怎么用 不管他怎么做 那我觉得这也是 也 反方面思考 也不是很负责任的做法 所以我们以往都是 先根据他们的计划 然后再按照计划分次的来做 那我是觉得这样做 我个人认为是没有不对啊 以前也是这样做啊 以前怎么没有人指引呢 所以我是觉得洪师之会 他是相当有公信力的 为什么他一下目的十八亿多 是很有公信力的 很有公信力的一个国际组织 而且我们觉得他也做的 当然 我们说他也做的让人民能够信任他 所以才能一直目到十八亿 那做法呢 也是依照以前的做法 那不晓得为什么这次会引起这么大的风浪 那至于修法 我倒认为说 假如法八十九年都可以修 都可以修了 那这次根据我们最新的民意 因为需要更加的监督 还是怎么样 或者他 他本来的 根据他的这个二十九条 经过理事会通过 像就可以向国内外募捐 那这个是不是 是不是 现在的 不合民意的潮流 我可以大家来讨论嘛 虽然他后面有 细则十六条的规定 要怎么样 像国内外募捐 你订定什么什么什么 这些你晓得吗 是 但是呢 就是十六条规定 二十九条规定的话 那么现在不合民意了 当他跟现在的 其他的慈善团体的募款 团体 当然不一样啊 是不是不一样 跟委员报告 刚委员所建议说 修红十字会法 那之前 可以讨论啊 我是觉得说 这一个部分我们可以 听取大家的意见 然后啊 我们也 看有哪一些 假如说有不合十一的部分啊 我们也可以来做一些的一个 因应十一的修正 那刚才 那委员讲说 很多人募款说 我这次针对 哪个灾难 我募的款 我的钱就是要用这个灾难里面 那这个 假设这里用不完的话 我们现在转到一个赠灾的一个基金嘛 对不对 好 这样做法 你觉得对吗 还是 还是 是 根本报告 谢谢 或者说这个钱 我18亿 或者我募的 因为款项太多了嘛 款项多的话 可能 我不讲这个核灾嘛 因为这核灾 现在正在进行中 921正在也好 这钱募的太多了 国外的国内太多了 而且我们重建 也按照一切的计划 老百姓也说了 这应该的照顾 还有剩的钱 这么密 engagement 少许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